平常医学界人士聚集在慈济喜慎中心六楼礼堂 参与第四届新脑肠峰会进行学术交流 这是与我们的目标 是与其同行业同学业 教育公司各种医生 以及与其业务进行的進展 这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的会议我们也提到了 童年创伤如何会影响一个人在未来的生活 然后我们也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人忧郁和自杀 所以我们希望唤醒人们的意识 关于童年创伤 这些虽然是已经过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正视它 它慢慢还是会在往后的日子展现 分会上疾病资讯 专业意识资讯 中西医疗交流等等 让出席者都获益 医学交流带来有用讯息 将来为人类带来福祉 守护社会的健康 隐藏新闻马来西亚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